請支持香港台2024 Keep Rolling 各位,今天11月27日,歡迎收聽香港台一則新聞,我王俊賢 以下人道停庫協議會在星期二凌晨完結,外界關注協議會不會現場 上星期五,以下停庫協議開始至今,哈馬斯釋放幾十個人質 包括一個少許以色列美裔女童,而以色列也釋放超過100個巴勒斯坦囚犯 美國總統拜登質問,延長人道停庫協議是他個人和各界目標,希望更多人質獲勝 同時,以便各界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人道救援 拜登有提到,只要以色列願意繼續釋放北勒斯坦囚犯,便能暫停戰火 事實上,哈馬斯已經表明延長停火協議議員 哈馬斯已經向負責華船代表,說願意將停火協議延長2-4天 目前以色列內塔尼亞湖政府正面臨人質家屬和盟友具體壓力 要求延長人道停火,以確保更多人質獲勝 早前表明戰爭力完結的內塔尼亞湖陣密透露已經與拜登通話 說如果對方會停火一天,就肯釋放10人質 就歡迎現場臨時人道停火協議 根據今次4天停火協議,哈馬斯將分批釋放合共50人質 換取二方釋放150個北勒斯坦囚犯 縱使雙方同意休戰4天,但區內未回復無平 半島電視台報導,加曼義軍在若彈河西岸 拘捕超過60個北勒斯坦人 並指自10月7日至今已有超過3,000個北勒斯坦人被義軍拘留 看英國消息 英國處理非法移民問題未明朗 首相三位成今個月勞炒前內相拍匪文 加上盧旺特計劃足招令保守黨民望跌到身低 在正移民去年數字創新高下,柏匪文繼續爆料 表明三位成在黨魁敬逐時曾承諾會收緊移民規則 柏匪文被三位成怒炒後在公開辭職信中反擊 說是因為三位成向他許下承諾會以他的政策為優先 包括減低整體合法移民數字 他又說三位成無能,不配做首相 如果不是他的支持,三位成根本無法擔任黨魁 三位成表明正移民數字太高,必須要將資拉低 但國統局最新修訂去年正移民數字達到745,000創新高 而2019年保守黨競選政綱 承諾數字減到239,000以下 他今天說數字要降到可持續水平,又重提5月提出的措施 說外國石士樂學生已經不能攜同交捐來到英國 但就沒有回應到將技術勞工連身門檻 由26,000提高到4萬磅建議 三位成一年前到底向百匪文承諾過什麼? 每日電信報報導說,根據一份承諾書副本 顯示三位成和百匪文共同同意4點移民計劃 當中首項就是提高技術勞工工作簽證年新門檻 只在降低33萬5,000外勞工作簽證 第二項是限制可岳石士留學生家眷申請 之後就是停止每兩年期的畢業生簽證 簽證容許畢業生和家眷留在英國兩年 而無需任何工作要求 第四項,將羅素大學集團24間院校學生 列為學生簽證優先考慮 接近百匪文的消息人士說 施政協議並不是由三位成簽證 但就是口頭上在多個場合同意 並有見證人在場 三位成也有就會面留下資本文件 不過三位成按照協議給予百匪文重新擔任內政大臣之後 唐寧街並沒有作手廣低合法移民 反而宣布打擊偷渡艇為公眾最優先考慮 而三位成也忽視百匪文或內政部自首信府的信件 三位成向星期日郵報解釋 在黨魁競爭的時候當然會與不同人對話 這些人並不止於百匪文一個 便問到會不會擔心百匪文繼續公開協議證據 身為成說這個問題要問柏匪文 自己只是繼續著眼於繼續施政 預算責任辦公室OPR 上個禮拜下調英國未來兩年經濟增長預測之後 英良銀行行長貝利對英國經濟前景標示擔憂 更直言目前的經濟前景是他工作生涯當中最差 據接受訪問時指出經濟供給則放緩 央行預計2024年或2025年英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英國通脹已經由去年10月的11.1%高位 回落到今年10月份4.6% 波利提到要將通脹率降到央行2%目標是間距工作 而近期通脹放緩主要是能源價格去年大幅上升 出現的高基礎效應 波利預期下年首季隨著能源價格和食品價格進一步回落 通脹由望放緩到百分之四流下 重新現時討論減息維持過早 目前英國基本利率維持5.25厘 在今市場相信下年年中才有機會首次減息0.25厘 去到5厘水平 看香港消息 九龍醫院公布 一個精神科男病房自11月23日開始 有14個病人出現發燒或呼吸度感染症狀 經檢測後確診是新冠肺炎 確診病人年齡介乎23至55歲 正接受隔離治療和情況穩定 其中一個病人已經轉送到伊利西白醫院接受治療 病房已暫停收新症和探訪安排 亦已進行徹底清潔消毒和加強感染控制措施 TVB計劃合併J2台和財經體育資訊台以及推出新頻道TVB Plus 財經節目從新分配到翡翠台和TVB Plus 重組將會涉及裁員200人 並且會合併電子商貿業務 繼而裁員大約100人 下年進一步折省1億元內容成本 公司今日已向通訊局提交申請重組頻道 一旦目批將會分階段調整內容和節目 逐步過渡到新的4條頻道 預計下年首季會知道申請結果 港元測息Hyper全線上升 其中樓岸相關一個月測息升到16年高位 據財之市場公會網頁顯示 一個月測息連升7日到5.53411 另外地產市場焦點全新盤 新地旗下的樓花期長約11個月的 天水圍天鳴站Yoho West第一期收票反應理想 有市場消息指出 項目過去4天累計收到大約1萬個意向登記 而發展商推出兩張價單合共143伙計 超額超過21倍 香港台一支新聞報導員